《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來源透露 由於美方在雲計算方面的強硬施壓 中方提出了一個允許外國雲端服務公司 在中國試運營的計劃 這個試運營計劃是中共總理李克強3月25日 在會見包括IBM、輝瑞製藥、利拓、 寶馬汽車和戴姆勒汽車等 外國公司高管時透露的 報導說 開放雲計算服務市場的計劃 是中方在貿易談判中所作妥協的一部分 根據這項計劃 外商將被允許 在中國的一個自由貿易區內設立數據中心 最可能的地點是貴陽 但是 中方是否允許自貿區與其他地區之間 數據自由流動 以及提供什麼服務 則仍是未知數 雲端服務器可以為用戶提供豐富的應用 應用程序和數據可以在雲端和混合環境中 處理和儲存 也可以為用戶託管網站 海外的雲端服務器可以和用戶間 輕鬆實現數據加密傳輸 用戶也可以隨時隨地訪問服務器 而訪問的IP地址始終在變化 或被內容分發網絡所屏蔽 美國網絡工程師張宇博分析說 如果中共真的允許美國的雲端服務提供商 如微軟、亞馬遜等在中國獨立運營 將威脅中共的網絡審查和封鎖 有萊特希澤帶隊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一直在向中共施壓 要求中方放鬆對美國雲計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務提供商 以及中國跨境數據流動的限制 但直到最近 中共都以國家安全為由 拒絕在涉及雲計算的問題上做出讓步 並制定了嚴格的網路安全法 美國的雲端服務提供商要想在中國經營 就不得不與中國公司合作 成立合資公司並將技術轉讓給對方 例如 蘋果公司已被迫與中共國企合作 在貴州建立數據中心 從去年開始 將蘋果手機iCloud中國帳戶的雲端數據都轉入中國 甲骨文公司一年前計劃在中國增建一個巨型數據中心 但被要求必須要和中國騰訊合作 亞馬遜公司2017年也不得不向中國合作公司 出售了它的部分雲計算設備 中共對美國雲端服務企業在中國營運處處設限 但中國雲端服務企業例如阿里巴巴 卻能在美國自由開展業務 這種不對等關係也是中美貿易戰的焦點之一 隨著貿易談判進入最後階段 中共開始逐漸在這些美國政府認為重要的問題上做出讓步 不過 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吳慧林認為 開放雲計算與增加購買美國產品很相似 但中美貿易停火產生的作用還是微不足道 華爾街日報說 根據中共的這個市運營提議 中共政府仍可以對雲計算領域施加管控 美國政府可能會對這個提議提出質疑 認為中共行動過於緩慢 未能對美國認為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做出實質性改變 外界也一直認為 中共企圖採用拖延戰術 幻想拖到川普任期結束 貿易戰也許就會停止 但3月24日 通俄門調查結果還川普清白後 將大大增加川普在2020年連任總統的機會 吳慧林表示 中共的經濟正在急速下滑 如果北京還繼續採取擠牙膏式的開放手段 來重複拖延戰術 對恢復中國的經濟毫無益處 而美方談判高手萊特希澤也一定不會上當